他是一位独臂少年,却能够把篮球玩转在自己的手中,他打篮球的技术让人叹为观止,那娴熟的运球动作让人眼花缭乱。 虽然他是一个残疾人,但是身残至尖,他的梦想是闪闪发光的。 微观人物故事,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。 本期子牙同去微观视角,就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看身残至尖的小伙张嘉诚的故事。 张嘉诚,出生于2006年,来自广东省福云市安区高村镇。 张嘉诚出生时非常活泼,他的到来带给了父母太多的惊喜与感动。 从小父母就非常疼爱他,对他百般呵护。 张嘉诚是个男孩子,从会走路开始就非常调皮,活泼好动。 父母总是担心他的调皮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,所以经常小心翼翼地看着他。 可是,有时候命运总是这么捉弄人,在张嘉诚五岁这年,发生了一件让父母措手不及又无比心痛的事情。 张嘉诚的右手手腕不小心被搅拌机绞入,整条手臂都严重受伤。 看着张嘉诚这血肉模糊的手,父亲和母亲已经无法言语,他们整个人都愣住了。 送去医院抢救后,医生说因为伤势过于严重,必须节制。 然而,张嘉诚还只是一个孩子,这个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上没有几年,还没有开始自己的人生,却要经历节制的痛苦,想到这里父母流下了痛苦的泪水。 母亲更是因为无法接受而当场晕厥。 然而事实只能如此,张嘉诚为了保住性命只能牺牲自己的右臂。 从此,张嘉诚便缺失了自己的一只翅膀。 伤好出院后,张嘉诚没有一蹶不振,也没有事实依赖父母,他没有将自己当作一个残疾人。 为了独立,他便开始练习使用左手。 寻常人在这个年纪练习左手都会有些困难, 但是他没有半途而废,因为他知道自己能依靠的只有这只手臂。 张嘉诚整天待在房间里不停地练习,从最简单的洗脸刷牙,再到穿衣服,等这些都熟练了以后,他又开始练习写字。 一开始,字写得很丑,歪歪斜斜,张嘉诚每天至少要写上十页以上的字。 他非常认真,有时候因为一个笔画没有写好,他就会将这个笔画反反复复地写在纸上。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 从小张嘉诚就是一个非常执着的孩子,他做任何事情都有耐心,有恒心。 刚开始,父母还担心张嘉诚的思想会有些偏执,可是他却养成了积极乐观的态度, 在父母面前他也很懂事,所以父母对他也比较放心。 后来,张嘉诚上了小学,虽然自己没有了右臂,但是丝毫不妨碍他的正常生活。 因为之前的努力练习,张嘉诚的字笔,同班同学都要漂亮。 每当有不了解情况的同学问他为什么没有胳膊时,他总是笑着回答他们。 他从来不避讳谈论这件事,因为他知道要勇敢面对现实。 时间过得很快,一转眼张嘉诚十二岁了。 在这年,张嘉诚接触到了这个在未来可以改变他一生的东西。 这是2018年,在张嘉诚居住的地方举办了免费的暑假少儿篮球培训班。 在家闲着无聊的张嘉诚出于好奇也报名参加了。 从此,这个少年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篮球。 张嘉诚请求父母给自己买了篮球,每次放学,张嘉诚总想着在学校打会篮球再回家,篮球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。 当他打篮球的时候,他的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激情,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放飞自我的鹰,在天空自有翱翔。 父母也没有阻拦他打篮球,他们觉得这是件好事。 从此以后,张嘉诚除了上学的时间都在打篮球。 家中的墙上印满了密密麻麻的篮球液,这些都是张嘉诚辛苦训练的证据。 篮球也逐渐占据了张嘉诚所有的时间,只有有时间他就一定在打球。 家里也成了他的球场。 张嘉诚还会看各种篮球比赛的视频,他会用心琢磨他们的技术,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。 因为张嘉诚是一个独臂少年,所以他在篮球的道路上经历了常人好几倍的磨难。 刚开始练习运球,张嘉诚无法掌控篮球的方向,他就一次次地练习。 学校里、操场上、家里、到处都能看到他练习运球的身影。 正常情况下,张嘉诚每天会练习两个小时的篮球。 如果放暑假,时间充裕,他可能整天都在练习篮球的每个动作,除了吃饭的时间。 对于张嘉诚来说,每个动作都很困难,他需要付出比正常人多出好几倍的努力。 有时一个动作,他可能重复几十次,重复几百次,甚至更多。 然而,他从来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,他将篮球视为自己除了学习之外最重要的事情。 随着对篮球的接触越来越深,张嘉诚看着比赛中球员一系列复杂的动作,开始有些害怕起来,害怕自己无法将动作完整地串联起来。 他更害怕自己以后无法打篮球比赛,所以他付出了所有的心血。 因为练习过度,他的手指常年受伤。 在打篮球中,张嘉诚还认识了不少的好朋友,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篮球的少年,有着共同的梦想,互相激励着前进。 每个喜欢篮球的男孩都有自己喜欢的篮球队以及运动员,每当张嘉诚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候,就会想到自己的偶像,又会重新充满了力量。 张嘉诚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,他想要在自己喜欢且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。 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,张嘉诚比之前更加刻苦训练了。 每天的刻余时间,都会在操场上看到一个独臂少年在篮球场驰骋的身影,即使大汗淋漓,即使寒冬腊月,他从来没有缺席,哪里有球场,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 他的故事也感染者学校里的每一个人,仿佛他的手中拖着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篮球,而是一个努力追寻的梦想,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。 2020年,他和朋友一起去珠海看篮球比赛时,他与专业人士的PK视频被现场的观众发到了网上,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残疾的篮球少年。 就这样,张嘉诚意外走红网络,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。 张嘉诚自己对于走红这件事,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表现,他说即使自己红了,也是一个需要锤炼打磨的少年,他不会骄傲,要更加虚心地去学习。 后来,张嘉诚注册了抖音账号,每天都会发一些自己打球的视频,正是这些打篮球的视频引起了一些NBA巨星的关注。 他们纷纷为这个小小的少年点赞。 一剑连等人还带他参观了篮球基地,鼓励他一定要好好打球,争取以后能打比赛。 在得到了自己偶像的鼓励后,张嘉诚的心中越发坚定,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站在比赛场上,指点江山,挥斥方球。 张嘉诚虽然身患残疾,但是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,他就像风中的杂草,屹立不到。 这个少年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,有梦就去追,不要后退,只有心中坚定,才能够走得更远。 了解了张嘉诚的故事,你们对这个少年有什么想说的话吗? 你们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